懸疑電影有句經典台詞 但凡走過,必有痕跡 這句至理名言,放在日常生活一樣適用 我們每一日的活動其實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對周圍環境造成影響 有科技公司發明了一個計算器 讓大家認識自己的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是碳足跡 是衡量二氧化碳排放 用一個很簡單的比例 例如我們有一個蘋果 其實一個蘋果亦有碳足跡 我們可以叫做產品碳足跡 我們的網站有一個試測試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自己個人的碳足跡 亦有中文版,大家可以去試一試 了解是改變的第一步 Michelle希望通過推廣碳足跡相關的知識 可以令大家為環保做得更多 當你做我們的試測試之後 你會見到有六個問題 這六個地方是我們每日日常生活 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地方 譬如我們怎樣上班 我們是開車、搭公車或行路 飲食方面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想想一個蘋果是35克的二氧化碳排放 薯仔是40克 一份雞肉或一份豬肉是大概1.5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而牛肉是差不多8公斤的 所以如果我們想一下飲食方面 怎樣可以盡量吃多些蔬菜 吃少些肉是對影響很大的 你做完這個試測試之後 你都會認為其實你住的國家 對你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有很大的影響 其他可以做的事是 其實電源來說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在家裡 為何可以減少你用的電源 都會很有幫助 其實現在產品好像有碳足跡的標籤 我們可以用二氧化碳排放 而導致一個決定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 我們可以盡量減少 買一些產品是比較二氧化碳排放 是減少的 想用一分鐘 改變世界的確是有點難度 不妨就用它來做個小測試 由今日開始 為環保做多一步